不过外界另外一个关心的焦点 就是叶世文他任内最大的政策 就是这个桃园航空城的计划 现在呢开南大学副校长黄世卓 他就怀疑了这个航空城可能也有弊案 桃园县副县长叶世文涉滩收押 不过他也被称为是桃园航空城的总舵手 现在外界怀疑航空城也有弊案 指责航空城地图 开南大学副校长黄世卓忍不住怀疑有问题 民国102年的4月份 行政院正式通过的航空城计划的范围 这个时候叶世文冲促的办退休 然后到了桃园县来任职副县长 机场的规划还影响8700多户的千村 更让人质疑 引发质疑的就是机场跑道之后 就会盖在这里 离我身后的沙轮油库 只有短短不到20公尺 安全堪忧 仔细看看设计图 机场的第三跑道将盖在现有跑道北方 舍弃了南边原有的空军机场 但北边还有个沙轮油库 距离跑道只有20公尺 万一发生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制作会他们有事反对 反对的理由 他也不是说完全怀对征收 是问了一般政府征收的条件不清楚 如果航空城计划涉及步伐 不只预计创造的30万个就业机会 全部落空 要是停工这一大笔账 仍旧是全民买单 就是因为靠近青浦 所以很多人也因此怀疑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有所谓的 炒作地皮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怀疑不是没原因 因为跑道位置一换 带动青浦商业区 每平地价从30万 飙破百万 住宅区也从每平15万 涨到70万 利益惊人 航空城计划喊了十多年 在叶士文担任营建署长时定案 但现在爆发核一栽涉嫌贪毒 恐怕航空城的未来 政府还得小心评估 东三财经新闻 王重欧林奇 桃源报导